一位年仅24岁风华正茂的中国女孩 在留学期间被英国男友 拳脚相加残害在公寓里 这位女孩来自中国的亿万富豪家庭 她出手大方 不仅负担了男友的开销 还对她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可是这一片真心 并没有让她免于对方的毒手 那么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悲剧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请看本期M2档案 中国富家女魂断英伦 2016年8月18日深夜 英国威尔什首府卡迪夫的一处公寓里 不断传出年轻女子的哭声和尖叫 被吵醒的邻居们非常无奈 他们知道这又是那对年轻情侣在吵架 邻居并没有选择报警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自认倒霉 估摸着再过一会儿 俩人打累了 大家也就清静了 果然又过了一会儿 世界就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8点半 报警中心接到了一名青年男子 Jordan的电话 他说昨晚打了女友几下 不久后女友就睡着了 今早起床后发现他呼吸困难 Jordan很是担心 于是请求帮助 警察赶来将女子送往医院 在那儿 医生很快就宣布该女子已经死亡 这两个年轻人错位的爱情 或者说这段像是爱情的关系 要先从女孩的身世说起 受害人 B 西西 199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她的父亲叫做B 国祥 对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陌生 但是中国8090后的小伙伴们可能吃过他们公司的食品 鱼润火腿肠 B 国祥就是鱼润集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并长期担任宇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 B 西西出生的那一年 B 国祥与舅舅注意才在南京成立了宇润食品公司 到了1996年 宇润就拥有了经销商一千多家产值过亿 2003年至2004年 B 国祥更是帮助注意才缠联了江苏首富 到了2007年 由于和注意才的经营理念不合 B 国祥离开了宇润 自立门户成立了江苏润恒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凭借着之前的经验 B 国祥将润恒也是经营的有声有色 到了2016年 该集团拥有职工三千多人 总资产于三百亿元 一位宇润公司的前员工介绍 B 国祥是一个人品很好 能力很强的人 但是他拼命搞事业 牺牲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对家庭和子女的陪伴 2007年 没时间管孩子的B 国祥 干脆选择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 就这样 年仅15岁的B 西西来到了英国 一同来这儿的还有她的弟弟B 泽勋 虽然B 西西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 但据说她学习还算努力 2012年 B 西西进入了位于威尔市的卡迪夫城市大学习管理 除了专业课 她还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 不难看出 她正将自己向着企业接班人的方向培养 另外呢 作为百亿资产的接班人 B 西西没有公主架子 非常平易近人 她的很多同学都说啊 她平时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微笑 为人大方 热情 刻意时间呢 B 西西会跟同学和朋友 一起在欧洲各处旅行 跟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一样 她也喜欢追星 看演唱会 2013年 她还曾经和朋友在街头偶遇了房祖民 并合影留念 照片中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她轻松且开心 大学毕业后 B 西西申请了继续在同一所学校 攻读国际酒店服务和活动策划专业的硕士 如果一切顺利 她研究生毕业后 会回国参与管理家族企业 但命运的齿轮 开始按照意想不到的方向转动 是因为B 西西遇到了一位叫做Jordan的男生 Jordan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和B 西西有着天壤之别 她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 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 从小很难得到父母足够的关注 糟糕的是 在她13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 这对她的打击也是相当的大 家庭的魄力导致Jordan中途转学 她在新学校过得也不太好 经常遭到霸凌 这一切导致了她在16岁那年就离开了学校 开始打工养活自己 但是可想而知 一个中学毕业的孩子 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在餐厅后厨做做洗碗工 在各种酒吧餐馆和旅馆当厨师 收入不多而且也不稳定 生活中的不如意 再加上之前校内遭到霸凌的经历 让Jordan开始对武术 随即中国文化产生的兴趣 他把成龙所有的功夫电影看了个遍 还跟着电影自学了蛇拳 在意识到自己学到的都只是一些皮毛和花架子以后 他又报了空手道的课程 在Jordan被抓后 他曾经告诉警察 自己有三种武术的黑带 但后来又承认自己只是吹牛屁 单凭受审时 还对警察吹自己功夫了得这一点 不难看出他文化程度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且对暴力有着一定的崇拜 2015年4月 Jordan和BCC在交友网站 Plenty of Fish上面相识 并很快约了线下见面 第一次约会是美好的 他们躺在草地上听着音乐 当晚Jordan就以错过了木班车为由 在BCC的公寓里过夜了 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 但两人对此都很满意 Jordan文化程度不高 但他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他很欣赏BCC学霸的人设 和来自中国的背景 另一边 BCC也很喜欢Jordan 因为小伙子长得很有英伦法 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 肌肉结实 尤其是Jordan那几张 放在交友网站上的照片 猛眼一看 很招女孩子喜欢的类型 另外Jordan也跟BCC撒了谎 他称自己是一个大学生 平时喜欢练练空手道 他的父亲在当地也拥有一家大企业 实力雄厚 面对这样一个跟自己门当户对 还高大威猛的英国帅哥 BCC很快就沦陷了 认识没多久 两个人就正式同居 Jordan搬进了BCC的公寓里 搬进来以后 为了不露馅 Jordan干脆班都不上了 结果可想而知 他很快就没钱了 但热恋中的BCC呢 也不好意思多问 默默地担负了他们两个人 所有的生活开销 包括房租 食物 衣服和出游 BCC甚至还给Jordan买了一辆车 而Jordan这软饭吃的是理所当然 没钱的时候管BCC要 BCC呢 也不在意用这样的方式 宠爱自己帅气的男友 毕竟钱对于他来说 最不成问题 在和Jordan恋爱期间 BCC经常在Facebook等社交软件上 晒出和他的合影 他们或是一同参加party 或者是在旅行 照片里的两人要么是相拥 要么在亲吻 在外人看来 这俩人就是在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他们哪知道 此时的BCC正在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网络上有很多教女生们 怎么鉴别软饭男的帖子 总结来讲 软饭男有三大特点 第一 长得帅 但没钱没本事 第二 无所事事 且完全没有上进心 第三 嘴巴跟抹了蜜似的 甜言蜜语的让女生心软 接受她前两个特点 而Jordan这个软饭男呢 偏偏要软饭硬吃 他主要是通过精神控制和身体暴力 严格的管控着BCC 在两人恋爱后没多久 BCC就向他的朋友Ivy提到过 Jordan有情绪管理的问题 时不时会发火 这让Ivy非常替BCC担心 本来就是BCC支付了两个人的所有开支 Jordan不仅不感恩 竟然还发火 这是什么垃圾人 Ivy果断劝分 但热恋中的BCC认为 只要自己对男友足够好 她就会做出改变 而当Jordan听说了Ivy 竟敢劝她的长期饭票 离开自己的时候 勃然大怒 警告BCC 不许再和Ivy做朋友 BCC不得不顺从男友的意思 减少了与Ivy的联系 可是 BCC的忍让和顺从 却令Jordan更加的有恃无恐 她稍有不顺心 就会用侮辱性的语言 贬低BCC 2016年5月 Jordan去西班牙探望父亲 在酒店里 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 父亲要求他立即离开 BCC心疼男友 替他支付了飞机票 改签的费用 以便他能提早回到英国 他还主动提出 要去机场去接他 但是Jordan回复他什么呢 滚蛋 在俩人的聊天记录中 也经常能看到Jordan 骂BCC是一无是出的废物 永远做不成任何事情 Jordan的朋友也作证称 曾经听到Jordan 称自己的女朋友 为肮脏的妓女 还嚷嚷着 总有一天要杀了她 事实上 所有的家庭暴力 都是从语言暴力开始的 当语言暴力 未被及时制止时 很快就会伤身为肢体暴力 后来Jordan在法庭上 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说他确实经常打骂BCC 但BCC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这让他变得有恃无恐 对BCC的暴力 则愈演愈烈 事实上 这段有读的关系 带给了BCC很大的改变 他经常旷课 成绩严重下滑 以至于到了研究生 第一学期期末 他每课都挂了 必须要重修 这一学期所有的课程 他的导师也发现了 BCC跟学期刚开始相比 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从活泼开朗自信 变得阴郁安静孤僻 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更糟糕的是 本身对毒品非常反感的BCC 在Jordan的威逼利诱下 跟他一起抽了大麻 BCC身边的朋友 发现他瘦得很快 但他却解释说 自己正在健身 且功课压力非常大 所以才瘦了 他的弟弟呢 毕泽勋 在诺丁汉大学学习农业 时常跟姐姐见面 在BCC和Jordan在一起后 毕泽勋和姐姐见面时 会发现他化很厚的妆 但是依旧能看出脸上的淤青 而且曾经的姐姐很爱美 喜欢穿名牌 但这几次见面时 却发现姐姐穿着很普通 像是不怎么关心 自己的外表似的 7月份的一天 毕泽勋因为下巴骨折进了急诊 他对医生撒谎说 这是他在家中下楼梯的时候 摔倒造成的 但其实他住在一层 而且房间里也没什么楼梯 在住院期间 弟弟来探望他 毕泽勋明确对弟弟表示 自己想分手 因为Jordan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但是毕泽勋还没来得及 离开Jordan 悲剧就发生了 2016年8月18日 毕泽勋到伦敦市探望朋友 晚上12点 毕泽勋才回到了卡蒂夫市 Jordan Jordan在火车站接了他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就吵了起来 因为Jordan认为 毕泽勋回家这么晚 一定是在外面给他戴绿帽了 还有证人看到Jordan 拽着毕泽勋的头发下了车 凌晨一点半 等人到家不久 Jordan就开始殴打毕泽勋 在后来的事件中 法医发现毕泽勋身上共有41处心伤 受伤的面积至少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 同时呢 他身上还有一些正在愈合的旧伤 比如巴格尔断裂的肋骨 由于受伤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法医甚至难以判断到底哪处是致命伤 报告的最终结论称 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袭击 死因是大面积软组织损伤 以及头部和身体受钻器损伤 引起的并发症 毕泽勋被送往医院前就已经死了 并不像是Jordan所说的 早上发现他只是呼吸困难 在警方对Jordan的审讯中 他们也发现Jordan有很多话是前后矛盾 比如他先说自己是空手到黑带 后来又说自己只是吹牛 事实上自己没什么力气 连一袋土豆都提不起来 他还对警方称自己永远不会打女人 但又承认那天狠狠地打了BCC一拳 最终又改口说自己打了他十分钟 在看到他疼得非常厉害后 他就停止了对女友的殴打 并开始道歉 随后他们在床上拥吻而眠 Jordan称他们经常在吵架后 以这样的方式和好 Jordan的这番辩解无疑是越描越黑 于是2017年2月 检方对Jordan提出了谋杀指控 但是在法庭上 他依旧否认谋杀 只承认过失杀人 他还辩称自己有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 当他看到BCC手机上出现了一条 来自交友网站 名为Ban的男子发来的暧昧短信后 他就情绪失控了 这才殴打了BCC 他还称自己很爱BCC 本来是想向他求婚的 所以不可能故意伤害他 但检方认为 Jordan平时对BCC的管控那么严 他在下巴被打骨折的时候 都不敢对医生说出真相 又怎么敢在手机里安装交友软件呢 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Ban 发来的暧昧信息 邻居也在法庭作证称 2016年8月18日一整晚都能时段时序的听到BCC的哭声和尖叫 并非Jordan所说的只殴打了他10分钟而已 他当时并没有报警 是因为自从Jordan搬进BCC家里后 他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以为这次也没什么不同 众多的证词 再加上法医的事件报告形成了压倒性的证据链 2月17日 陪审团驳回了Jordan过失杀人罪的说法 一致裁定他谋杀罪成立 21日 Jordan被判处终身监警 18年不得保释 法官在卡蒂夫皇家法院宣读判决的时候表示 这起袭击不是孤立性事件 是数月来Jordan对BCC语言和身体虐待的悲剧性高潮 并且法官认为Jordan的忏悔是不真诚的 他说 BCC为你提供房子 买衣服 买车 但你却在众多证据面前一再撒谎 试图为自己开拓 在听到判决后 BCC的弟弟毕泽勋作为受害者家属代表发了言 他说 我和习习最后一次联系是在8月18号那天 当时我正在俄罗斯旅行 姐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穿暖和一点 俄罗斯应该挺冷的 BCC本来将会负责经营家族企业 本来是前途一片光明 但Jordan残暴又自私地夺走了他的性命 自从他去世后 父亲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母亲也整日悲痛不已 原本完整的家庭被彻底的撕裂毁灭了 看到这儿相信很多人都很困惑 豪门出身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BCC 怎么会被Jordan这样一个渣男套牢 而且甘心受虐呢 有一种说法是BCC对他自己的容貌非常没有自信 他认为自己不够漂亮 身材还偏胖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不难发现 他经常发有关减肥的帖子 Jordan也表示 BCC在与他的第一次约会中就提到 他认为自己不够漂亮 身材也不够好 因此当其他人认为 在酒吧工作的男友根本配不上他的时候 他却觉得自己跟Jordan非常匹配 甚至还有点配不上人家 也由于不自信 当男友骂他一文不值时 他会潜意识地也这么看自己 认为自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从而更加拼命地讨好男友 对他的一切诉求和打骂 都拟来顺受 影响一个人是否自信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原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通过毕国祥公司前员工的话 不难推断出他的父母非常忙 他们给BCC足够的金钱 对他疏于陪伴和关心 因此导致他在和别人建立的关系中 看清自己 而且学着父母的方式 用钱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刚刚15岁 BCC就被父母送出国 或许在父母看来 这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能更早地独立 而这些经历 让BCC非常的缺爱 没有安全感 这让他形成了依赖性的人格 具体表现 就是只要能和他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他就什么都愿意做 即便是男友开始打他骂他 只要不离开他 他都能接受 而他的顺从呢 也是一种控制别人情感的手段 以便自己不被遗弃 依赖性人格的人 很容易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他人 让他人决定自己的命运 BCC将Jordan对自己的精神控制 和身体的伤害理解为 由于Jordan太重视自己了 才会通过暴力手段 将自己留在身边 虽然痛苦 但他绝对不会遗弃自己 所以BCC接受了Jordan带给自己的伤害 还有一种说法 是在这一段长达一年多的暴力 和受虐的关系中 BCC可能已经患上了受虐妇女综合症 这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 基于400多名受虐妇女的跟踪治疗 和研究后发现的一个心理学现象 用来定义长期受丈夫 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 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 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环和习得性无助 这个暴力循环指的就是暴力会周期性的发生 且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按照紧张关系的形成阶段 恶性暴力阶段和温馨甜蜜阶段 循环且逐步升级 多次周期后受暴的妇女 就会逐渐接受暴力的事实 产生无助的信念不再寻求帮助 也就是习得性无助 这个理论基本总结了 家庭暴力的两个规律 一个是周期性 另一个是暴力和安抚的交替使用 简单说 就是打个巴掌给柯糖 先是狂风骤雨 再是甜言蜜语 令人感到窒息的是 女性会在长期的暴力中 逐渐丧失自信 以及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甚至开始反思 伴侣施暴 的确是因为自己也有错 从而逐步将家暴看作正常 合理的行为 最终这样的女性的结局 大多要么是被杀 要么是自杀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寻找情侣或者终身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一旦发现事情不对劲 就要尽快摆脱她 对待暴力 一定要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千万不要幻想 她会改过自新 更不要幻想 去改变一个人 希望今天的故事 能够给正在作为父母的你 或者是正处一段两性关系中的你 带来一点点感悟 朋友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夏天呢 我们打算出一次外景节目 目的地啊 是在加拿大东边魁北克省 一个叫做Tadusak的地方 我们啊 去坐船 看鲸鱼 但是这个事情的重点 在于我们 想邀请你们 一同参加 什么意思呢 很多朋友会说啊 看了这么久的节目 什么时候有机会 跟Ray还有MR档案的主创团队 线下见面 大家聊聊天 认识认识 一起玩啊 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这次我们厉害了 我们呢 携手加拿大顶尖专业的旅行社 C2U 在符合当地的这个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 给大家定制了一条非常棒的线路 我们会去到很多很棒的景点 包括大教堂 还有这个风景秀美的油画小镇 我们呢 会穿越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历史村 甚至还会去探秘 据说是世界七大水晶矿之一的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等到了日落的时候 我们坐在那边看看日落聊聊天 举办一场勾活晚会 我呢 会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当地 真实的有关救助鲸鱼的故事 非常感人 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暖心的夜晚 然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呢 这次活动是非盈利兴致的 但是呢 有一定的成本费用 不过没有年龄限制 大小朋友都欢迎来参加 时间是在嘉东的8月25号到27号 具体的信息和报名方式呢 我们会放在评论区置顶 您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我也知道啊 我们的观众朋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如果这次您没法参与 没关系 我们下次还有机会 组织类似的活动 如果您恰好身在嘉东 然后时间上又允许 这次呢也希望您能够积极参加 我们等着你们的参与 谢谢肯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